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他学生时期学的是行销通路 出社会之后在都市工作很多年 欧来也跟人对流行 到澳洲打工度假两年 回来之后却意外遇到了 祖产的田地要传承的时机 年纪轻轻的他是怎么评估 而决定走入务农这条路的呢 但你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 是有想象着回来的时候 对什么产业有兴趣的吧 其实以前我本来是在做不动产相关的 回来的时候也有短暂重事过 可是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澳洲 就不会特别去觉得说 农业是个怎么样的东西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家里附近都是田 但是我对他来说就好像是 好像一般人在路上看到7-11 还看到汽车机车一样 即使不会有特别的感觉 也不会去联想说这个以后会是我的生活什么的 因为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 我们未来以后可能就是要有人也想当医生啊 有人想要做业务有人卖保险 但是从来没有想象过农业会是我以后的工作 以前小时候爷爷常常跟我说 不然你还要做业务人好啊 以前小时候听了都不当一回事啊 结果哪知道突然自己真的最后变农夫了 你爷爷在那时候说 不然后来你做农夫好了 讲这句话的前提通常有没有是因为发生说 你又不听话了或什么事情会不会 就如同你所说的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就是因为我可能也不是个很乖的小孩啦 对啊而且就是可能在成绩啊或者是其他部分也没有到特别的 所以爷爷会这样说或许也是有他的考量啊 所以你自己真的觉得说要回来接爷爷的耕地吗 那时候会挣扎一下说用什么样的理由回来接吗 其实会回来接的时候倒不是因为我爷爷的要求 而是当时他们做不动了 然后那时候刚回来台湾一年还是两年的时间吧 然后就觉得就是可能自己原本做的那份工作自己也没有很喜欢 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是刚好有一个风潮就是青年务农的风潮 然后想有这个机会不然我也来试试看好了 你在这里从小就在这里看着这个田它就是一直是种稻子 去开始去收集一些资料之后发现种稻子我根本养不活自己耶 单纯的就是务农这件事情 它不见得是一件能够生存的事情 还必须要考量到就是你的收入还有风险 这些东西全部拉哩拉闸的很多东西 那那时候我就在想哇那这样不转型也不是嘛 那我就开始去尝试种的种很多作物 然后再一样一样的去挑 然后看别人的吃起来的心得怎么样 那哪几样我卖得动 那我在销售上比较不会有压力 那最后可能就塞出了这个作物 我就一路做到现在 你尝试了哪些 在乌日雪田这个地方就是靠近乌日高铁站附近 然后这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 你曾经在这个地方尝试过 爷爷种水稻之外的哪些作物 其实我有试过种南瓜下南瓜 或者是说玉米甜玉米那一类的 这个我有尝试过 那当然也有尝试过就是种一点地瓜这个样子 就是多方尝试啦 其实消费者在买东西的时候很有趣喔 就是他们都会很喜欢去尝试一些比较新的东西 那当然网路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嘛 可是有时候你把它反转过来 有一群消费者他们想要尝试新的东西 但是他们不见得会知道要从网路上去得到那个资讯 他可能就是附近的阿婆隔壁那间工厂里面的工作人士 对 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想着就是说 诶我能不能把这些都变成我的客人 然后我拿出来的产品对他们而言也会有吸引力 而且他们还是被另一群消费者验证过的 因为虽然说大家都说现在要走网路 网路的确是会有所帮助 可是某种程度上来说 网路它涵盖的资讯范围可能是整个台湾 可是在于或要交到如何交到各客户手中这一段 一直以来都是农产品它很大的一部分的成本 这是一个阻碍 对如果我能克服这个部分的成本的话 那相对的我又多一分竞争优势嘛 我是这样想啊 你真的是事事都计算在这个 就像人家形容钱要花在刀口上 你对于农业经营的成本这些 你也很仔细的会去考量 从生产然后成本然后销售端 尽可能的自己能够觉得我应付的来 而且甚至于应该要能够养活自己的情况 算得很精啦 简单讲是这样 你是这样个性的人 算是啦 就我来务农的时候也是想要过好的生活 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务农是为了过好的生活 你在实现这件事情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 务农怎么可能过多好的生活 那你自己是好像有点翻转的这件事 其实我是觉得不管是传统产业 还是新兴的事业 一定都会有做得很好 雨过得很不稳定的人 就好像农民都很喜欢去看什么好赚 就种什么作物嘛 可是有时候可能就是翻转过来去想 我应该要怎么做 我应该要怎么种这个作物 怎么做它能够让我卖到钱 赚到钱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思维上面要去调整一下 其实蛮重的重 到最后可能会很容易出现问题 就是你可能采收量太大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考量你的客源在哪边 甚至要开发客户不知道去哪里开发 但是如果说一开始你又想 欸玉米笋会不会是成为一个我这附近的人 喜欢吃的产品呢 用这个角度下去思考的时候 再去想它的环节 我觉得会比较贴近物实现实这一面 在地生产在地供给 能够给在地周遭就能够消费的话 是最能够节省成本也是最好的运用 对应该说就我目前的条件来说 这么做对我而言是最有利的 因为像我的位置其实我隔壁就是台中的市区 那这边整个大范围的人口可以达到200多万 那我旁边无日这边的人口甚至有到7万人 那其实这个都是我可以应用的客户群 我就不见得一定要连立即的 马上一定要丢台北或者是丢哪里 你就在自己的老家面前 而且你选择的更做的方式 相对的也有增加了一些人力成本 或是什么成本 其实我做的就是不用要 可是会做不用要的原因 其实也是有点有趣 刚开始我要务农的时候 我就是有打很多电话去问农该仓的一些指导员 还有里面一些做学术研究的人 那里面有一位呢他就直接建议我就是 你第一次种你先不要用肥料也不要用农药 然后这样子先去观察植物的成长状况 对那你以后你开始使用这几样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比较出它的差别 对那这段话其实我放在心中 对我觉得这是对的 我一定要知道如何去分辨它的差异 那开始我第一批我就是都做不用要的 然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很多人经过 欸没用要的 哦这真好 真的啊 其实我并不会特意去反对说使用农药什么的 但是那个时候突然客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刚好他们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对那我就那就卖吧 你怎么有一种不小心得到这种赞美 就觉得好吧那就继续做做看 我对于一个作物要不要用药我的概念 只是在于就是说 它是不是没有用药的状况底下 还能够有足够的收益 对我觉得只要它能够符合 那我降低我不用药 那就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那又刚好它又符合了我们这附近的人 或者是我的顾客群他们所需要的 那很棒啊 我自己访问过很多很在乎要友善土地啊 友善环境啊这些很有理念的农夫 那也花费了很多人力 得要去克服这些没有用农药之后人力的挑战 嗯都还是开心的面对这件事 可是对于洛瑶来讲 其实可以更务实地去看见不用药反而带来的商机 反而带来了有人更懂得欣赏不用农药的农产品农作物 因为这个年代其实是农工商分界没有那么清楚了啊 我今天我务农但我也是商人 那我这样我想法就是客人需要什么 我就生产什么样的东西 不管我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部分的 那能够赚到钱我就做嘛 而且我也没有违背良心啊 嗯嗯 今天我务农我也是商人 我觉得这句话我非常欣赏 对于一个才35 然后种植不使用农药的玉米笋已经是第几年 嗯第三年 嗯你的第三年然后选择玉米笋 我们刚刚记得你说一开始你还是先试验着 连南瓜也想种种看地瓜这些种种看最后决定就选择玉米笋 其实是因为他身高跟你差不多高对不对 你身高188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哦 我觉得太有趣了 身为一个身高188公分的农夫 他最后选择玉米笋是因为玉米笋也够高 到底这个逻辑在哪里呢请问 工作嘛就是大家一定有自己比较不能做的部分 那像我们这种高度人其实最难的就是弯腰 种玉米的话我可以不用弯腰 其实我不怕被种 我也不怕流汗 我不怕热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弯腰 弯腰真的很累 对 头会晕 那这个可能就是又会回归到就是 我有去思考过我自己的优势在哪一边 我的优势可能就是我旁边的土地 够实用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就好像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去带个100万 改个文室 然后在里面去做高价种子南瓜 或者小番茄之类的 那我说我把想法是 那我花个几万块 我来种个玉米笋好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 对我来说 我的压力不会那么大 对 而且如果我犯错了 我失败了 那我还承受得起 这个说着自己如果失败了 犯错了 还承受得起的 就是今年35岁的廖洛瑶 廖洛瑶在乌日高铁站附近 雪角这边种了一甲半的 不使用农药的玉米笋 特别的一件事情还包括 这整个一甲半的玉米笋 就在老家的对面 也就是所有亲朋好友 从小到大 阿伯阿公三姐公四金婆 自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 全部每天都看着你 这三年来是怎么耕作的 所以这件事情 有遇到哪些 比较特别的被关注的经验啊 其他的 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差别就是 大家对农业啊 可能就是会有一个 我觉得算是刻板印象啊 就是农夫就是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 然后工作到太阳出来了 回去睡个休息一下 吃个饭睡个午觉下午再来做 然后什么时候要干嘛 好像都有一个行程 摆在那边在等 可是我觉得年轻人 然后可能去遵照那个时间表啊 我晚上我要跟朋友去唱歌 我要去吃饭 我想要通宵到三点才回家 我怎么可能一早起来工作啊 工作放着不会跑掉啊 对不对 那我大不了就做晚上嘛 所以反而是我可能就是 我通常是午晚我才开始工作 刚开始大家也是觉得很奇怪啊 就哪有人这样子的 但是我的想法是很简单 其实就像外面工厂有人上早班 有人上晚班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 没有什么奇怪的啊 而且戴个头灯也是很亮啊 现在科技那么进步了 对吧 而且晚上还真的比较凉快喔 那我就开始了这样子的作息 对啊 第三年了 现在已经不会针对于 这个事部分被念了 在耳朵也都长简 够厚了之后 别人再念 如果三极公经过 再问说 哪会到这么晚才出来做 你说三极公我是做案板的 是这样吗 做案板 这样比较亮 对我们不要为了多追逐 那多一点点的成果 而让自己去做很多自己不想要的部分 对 我换一个做法 但是我的成果 其实并不会比较少啊 那反而是我这样的做法之后 我可以持续下去 而且我还可以兼顾到我其他的生活 我觉得这样很棒啊 就是唱歌 然后可以夜生活到三点嘛 我刚刚有听到这个 所以真的还可以过着这样生活 偶尔还是可以去夜唱这样 不过比较少人可以配合啦 对 反而是一个农夫可以夜唱 其他办公室的上班族不行 你今天这样子在聊你的务农生活 会马上害很多人 误以为 就是一个这么棒的自由业 嗯 我是觉得 要想清楚哦 因为 这个 在这个部分 我们讨论过 可以得到的 很棒的生活的部分 其实只是在于 我把我的工作时间 去做一个调配而已 去重新做一个排列 但是务农的现实层面 不是在于这个部分 反而是在于 天灾 销售上面的压力 甚至病虫害 种种的其他因素 那才是真正在务农上面 必须要去克服的问题 这个时候真的 不得不严肃起来 这是一种 也可以自我肯定说 三年下来 做到现在的这个状况 是可以很有自信的觉得 还不错 这件事情 这个事业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 真的是 还蛮不错的 对 而且就是在于 收入的部分 我觉得 可能也会比我以前 在外面工作 还要好 人客官啊 是不是很想要听 到底有多好 平均下来一个月 如果换算成月收入 其实会比上班族 还要好 对 还是会比上班族 还要好 而且这个好的部分 是你的生活 你可以自行调整成你要的模式 我是在这个前提底下 去说这个好的 那人就是这个样子嘛 工作生活 可以兼具的时候 人生就很美好啊 那我们接下来逛逛玉米笋好不好 像这个叶子 像很多虫虫耶 这是虫虫吗 还是什么 是生病吗 这个算是病害啊 然后像这个 这个都是牙虫 因为没有用药嘛 所以说其实出现这个 都还蛮正常的 不过牙虫它本身 它并不会对玉米笋的部分 产生伤害 所以说其实 这一种还是可以采收的 嗯 这个玉米笋田啊 它的每一株身高 大概就是你 身高188 再超出一些 大概200公分左右 对啊 它的供花的高度 大概就是在我头顶的高度 嗯 所以你要是在田里工作 其实也没有人知道 哦对 真的 如果哪天我在里面倒了 可能没有人会找得到我 有吗 有曾经累倒过吗 是不会啦 开玩笑而已 最累的时候 是在玉米笋 照顾这个田里的 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 会是最累的时候 嗯 其实累的话 可能主要还是在于采收期啊 嗯 因为采收期 要背负袋子嘛 嗯 那很重 那玉米的叶它本身 花到身体的话 很容易过敏 红肿 那所以可能就是要 全身包覆起来 那尤其像现在夏天 嗯 天气很闷 即使是晚上 一样很闷 那可能就是会 浑身很不舒服啊 嗯 你的一假扮 你一个人 其实在管理上面 懂得请人工来帮忙 这些 这些的运用 有没有也自己 已经现在很熟练了 大概怎么处理 会最上手 其实我也不敢说 我自己这样的运用方式 是不是有办法到熟练啊 对啊 如果我是把每个工作 把它分成一段一段一段 然后我再来安排人力 嗯 然后什么阶段做什么工作 嗯 对我是这样子做 那甚至有可能一个人来 他今天他就是要做四个小时 做八个小时 那我应该安排工作 再把它集中在哪个时间点 这样安排起来 我就觉得就还蛮简单的 嗯 就是当个管理者 已经是在务农 可是是在当老板 这样子 还是要自己做一些事情 在轻农的这个部分 虽然说你当时有感受到 好像有个风潮 好啊我也年轻啊 家里刚好有一点甜 就会来种种看好了 开始种 然后到现在第三年 能够感觉得到 这个农产品 农作物 尤其是像你这样在实现 在地生产 在地销售 尽量也是供应给 这个这附近区域 其实这是也减少食物里程 碳足迹 在环保理念上 生态理念上 都是很棒的观念 你都很谦虚的说 其实也就误打误撞 反正好像就这样做了 人家也觉得不错 你就做了 也如果说要用力一点的话 你会想要提倡点什么吗 嗯 我是觉得用我做自产自销的角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 对于那些新农 对他们有帮助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觉得 就我们目前能够学到的知识啊 就是我刚开始学的 可能就是去农改厂上课 农民学院或者是有一些农会 他们也会固定的当一些老师 邀请老师来上课 可是很少会看到有课程是在于 就是把所谓的务农跟销售 这些环节串联在一起的 比如说我学会了怎么种玉米笋 那接下来呢 难道我就只是抱着玉米笋 到处问人家要不要买吗 对 那消费 人在消费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所谓的消费心理嘛 那这个部分是我以前我在外面工作 我有经验的 所以我可以很快速的 就在这个部分克服掉它 其实人都是这样子嘛 你一直买东西 叫我买东西 要偷钱出来 我就很恐惧了 对啊 可是如果说给你吃看看啊 我自己种的嘛 好像隔壁阿婆送菜来那种感觉 就还好啊 有点耍赖 但又带着很浓厚的人情味的感觉 吃了你高兴的话 对啊 如果说吃了好吃 一问价钱会不会比较贵一点 我觉得是差不多啦 就因为我的价格都是固定的 我不会因为产量暴增 别人叠价我就跟着叠价 但是比如说像现在 因为天灾的时候 价格上涨 我不会跟着上涨 我就是一直 我有去大概抓出它的价格的中位点 然后我就是把它定在那一边 所以我的客人大部分都是买很久的 他们这个价格也是他们接受的价格 对 那他们就是这样一直持续的买下去了 对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很想去营造的一个 一个消费的循环啊 就是客人买了喜欢他就一直买 对 而且你的价格刚好在他觉得 欸不贵也不便宜 那你的品质在我愿意跟你持续消费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价格点 对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在定价的时候 不妨去多收集市场上面的资料 然后去设想你要的族群是哪一群 然后去猜测他们的消费习惯 实地的去那个地方走一走 知道他们平常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价格在哪里 然后再去思考自己要定在什么样的价位 真的是很尊严在消费心理那个部分 就是自己这个部分是擅长的 所以算 我觉得有一种也是你自己握在手上的 两把刷子里面其中一把刷子 可能就以前的工作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部分嘛 因为我就是做第一时间的销售人员 在我以前的工作经验里面算是学到不少 那刚好可以拿来现在使用 感觉其实你是蛮知足的人 可能刚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去深刻感受到 其实农业啊是超乎我这一代人想象的东西 我这一代人我觉得就是出社会之后 可能上高中大家就在决定未来了 可能有人读会计啊 然后想有人做医生 那有人学保险 可是我们周遭朋友几乎就是没有所谓的 我以后我要当农夫 那我们认识的农夫很多都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 甚至自己的父母也都不是农民了 那所以在我踏入农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就是 农业的专业其实是超乎我们我的想象的 他跟我以前所接触到的生活是完全相反的 哪怕我自己都住在到迷产去的 他的专业程度远远超乎想象 而且再一个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说真的 真的是很低廉 我讲的低廉不是说买它很便宜 而是在于说我今天比如我种一株玉米 它就是要两到三个月才可以看得到成果 那这样的东西好我一直可能就五块钱而已 几块钱我要怎么样去达到效益 我一定要种大 可是你今天种多的管理方式又不一样了 那就很那就去相对的需要经验 对啊因为有可能就是会有水分的问题啊 就是比如说这块田哪边比较高哪边比较低 那可能就会导致水分过度集中 然后那个区块它的成长就会出现问题 这些东西都是真的要靠经验下去摸索 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去达到的 可是这些东西往往就是我们决定要务农的 当时忽略的部分 刚开始也是在这个部分吃了不少苦头 吃着那个苦头的时候的自己是也没有想过要退出吗 午夜梦回的时候 常常会想以前的日子好像快乐了一点 那不过就是这样嘛 有时候做了你说突然要回头 好像也是有点丢脸啊 那就再撑下去嘛 继续做一直做 然后想办法去解决这样 然后就突破了 太好了这样 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就是即使其实你把自己这一块玉米笋田 已经管理经营的很上轨道 生活也可以很如愿的可以像样一点的一些收入 可是好像有一种农夫的谦卑的精神是 你越做其实越知道农业的那种学问的浩瀚 其实不见得是你经验或者是随着年份增加 就一定会有很自信的足够到 我都懂了 你也不敢这么说 是啊 就很大部分在影响我们的就是天候状况 气候 可是现在的气候变化很大 像比如说这一阵子雨下的超大 那这个都是很难去预想的 我可以知道有雨会下雨 可是下一点点雨下很多雨 下超多雨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那在于我的作物上面 也会呈现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难去衡量 很难去预估的 我是觉得我在终于避损 其实我就是在尽可能去营造一个 适合它生长的环境 对 只是在气候的部分 我很难去做出真正万全的应变 有时候我还是必须就是碰晕气 对对对 交给天公平安排这样子 交给天公平安排 交给天公平安排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市集 是在林口台地 以前这里给人的印象是 雾大 风大 湿气大 树多 虫多 军人多 因为交通不方便嘛 很容易就被忽略的地方 不过现在的林口像是变魔术一样 有捷运 有大型购物中心 房价高 物价高 人潮多 不变的是呢 有一群对自然 对简约 绿生活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 他们运用台地农夫市集 这个团队小小的力量 要为地球为自己做点什么 这个市集主要的内容 都是健康的农产品 无添加的农产加工品 还有一些手创二手商品 也常常举办讲座和生活DIY等等 台地农夫市集摆摊的时间 是每个月的双周日 下午一点半到五点 就在林口运动公园后面的图书馆旁边 这个星期日9月23 刚好就有台地农夫市集 有空来逛逛哦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青农市集onair节目 想听到更多农村与农业的故事 欢迎搜寻米米之音 稻米的米米米之音 下个礼拜一傍晚5点20空中见 拜拜